HELLO 大家好,我是史丹利 同一歲的傳奇投手潘瑞倫 在9月28、9月29兩天 完成了贏退賽加一世 也象徵了一個世代的結束 在嘟嘟超過20年的選手生涯中 有多項成就令人敬佩 包括連續8個賽季達成雙二出勝投 締造無四死的無安打比賽 還有累計最多局數、投球數跟除賽數 實際上我覺得最難突破的 是在07-08年寫下的跨季21連勝 好友楊建福形容 那時候的嘟嘟跟神一樣 我小時候看球時印象也很深 只要帕偉倫每次先發 統一就不會輸 拿滲頭跟喝水一樣簡單 現在回想起來才發現 原來要累計21連勝 是這麼不可思議的事 本集影片我們就要回顧一下 帕偉倫當年是如何做到的吧 首先就從連勝的開端 2007年3月31號說起 當時得嘟嘟25歲 雖然進職業第五年還不算非常久 但前四年累計51勝 拿過新人王金屬號獎 也多次入選明星賽 已經是失隊的本土王牌 月薪高達43萬元 全聯盟排第二 僅次於熊隊的陳金鋒 時任總教練大喬讓 3月初就宣布 帕偉倫會是開幕戰 對藍路熊的先發投手 但其實春訓階段 都督就傷到了左腳踝 影響到了他的調整 07年賽季開打的前兩戰 都督面對藍路熊 還有中信金都吞下敗頭 合計13.2局掉了10分 也因為王牌狀態欠佳 是對前七戰只拿一勝 處於五連敗的低潮中 直到3月31號對成泰Cobras 帕偉倫的首勝終於開張 攪出5.2局掉3分則10的內容 在打線的幫忙下贏球了 但賽歐大小總教練仍不滿意 他認為帕偉倫是對上王牌 也是最高薪球員 應該要有符合身價的表現 至少得有壓制對手棄局的能力 如果再不努力一點 就稱不上是一位王牌了 很快的 督督就用實力向大家證明 他是這個聯盟唯一能夠被稱作 王牌的投手 拿到第一勝後 帕偉倫因為腰不舒服 短暫到二軍休息了兩週 在4月19號對新龍牛回歸一軍輪值 這場斯隊本來排的是羊頭科德曼 但因為落枕無法上陣 才緊急讓都督回歸 結果表現相當亮眼 先發七局送出10K 直掉2分 奪下二連勝 最快球速來到了151公里 有趣的是 都督復活這一戰 斯隊總教練已經不是大喬嚷了 由於戰績不加的關係 他遭到停職 過沒多久也就被解約 所以是本土的羅國章代理總教練 而他一上任 斯隊就終止六連敗 王牌也會升了 接下來帕偉倫一路贏到了725號 不曾吞敗 連無關聖敗都沒有 只要先發掛帥就是拿聖頭 這段期間不只都督投的好 隊友也很幫忙 援護率高達10.57 代表平均每投9局 都督能獲得超過10分的火力支援 放在現代 我們就會稱呼他 是快樂的都督了 也有人開玩笑說 斯隊打先會這麼給力 是因為都督私底下很大方 只要跟他一起吃飯 永遠是都督請客 根本不用再錢包 而且他的請客方式很nice 不會讓人感到壓力 可以說是人見人愛 都督先發時 隊友當然會多幫忙 在連續12場的先發都奪勝後 帕瑞倫7月31號遇上了中信金 這樣他的狀況沒有先前那麼好 5局投完是掉2分 就退場休息 原本斯隊處於1比2落後 如果比賽就這樣結束 那都督的12連勝就要中斷了 幸好在第7跟第8局 同意突破了羊頭勞力士 還有杜張偉的封鎖 把比分翻平讓帕瑞倫逃過敗戰 即便最後的隊還是輸了 但敗頭是記在後援的曹俊陽帳上 而不是先發的帕瑞倫 雖然保住了連勝 但都督隱忍一陣得肩傷爆發 戰隊團為了保護他 決定讓帕瑞倫下右軍15天 希望一下再回來 畢竟照都督本人的說法 只要先發出賽的隔天 右肩幾乎都會痛到那一抬起來 而且已經持續一段時間 球速也掉了很多 很難想像這段時間他是怎麼撐過來的 8月16號對成泰 帕瑞倫回到一軍輪值 直投5局13分退場5關勝敗 內容是不到非常差 但過程中最快球速只有142 均速不到140 這完全不符合都督的水準 看得出來他的肩傷還沒有好玩拳 只是因為球隊需要他必須回到場上 厲害的是 帕瑞倫還是能夠克服肩膀的不舒服 盡到一位先發投手該盡的責任 再來9月2號到10月8號出賽5場 再拿4勝 沒拿勝頭的那一場本來也能贏 可惜大秉開局長放火 9下從5比1變5比6 讓都督的勝頭飛掉 不過帕瑞倫這一年血下的16連勝 已經超越郭晉興的紀錄 成為史上之最 到現在還是中之最強 再來都督之後 最靠近單機16連勝的 是2008年藍綠選羊頭強神 雖然來台頭第一戰 就被高國慶加陳蓮紅兩發滿貫的紅爆 但最後帶到了賽季結束 達成單機20勝的里程碑 一度寫下15連勝 最後是被米迪亞暴龍給突破 那近一代大家比較有印象的 應該是兄弟土頭吳哲元 再來2022年寫下的11連勝 後來也遞補進WBC正選名單 封鎖荷蘭一戰成名 可惜隔年因傷所苦 至今還無法回到一軍舞台上 所以單單只是16連勝 大家就已經無法突破了 更何況都督隔年 還把這個數字繼續往上堆高 2008年寄前 潘瑞倫跟統一師簽訂一張三連附屬約 總值1764萬 在那個假球案 籠罩職棒 環境相當差的年代 詩隊還是願意花大錢在獨奴身上 也象徵了球團對他的尊重跟肯定 可是在賽季正式開打前 困擾潘瑞倫許久的尖傷又復發了 還因此讓他辭退了國家隊 無法參與奧運8搶三資格賽 必須專心治療傷勢 否則可能會影響到職業賽季 當時師隊的新任外籍頭角法蘭克 其實有建議潘瑞倫商業復出後 先從中繼出發 找回比賽感覺 再回到閑法 但嘟嘟積極跟教練協調 認為自己一向都是在閑法調整 自己的狀況也只有自己最了解 後來成功說服了法蘭克 在2008年4月10號回到一軍 仍舊以閑法出賽 復出首戰 嘟嘟碰上的是藍龍熊 與洋頭羅瑞交手 雖然只投五局就退場 但是這五局一分為十 帶領師隊的贏球站上第一名 自己也拿到跨季十七連勝 這回球速146公里 還不到巔峰時期的水準 可是至少有回升了 接下來三個月的時間 帕瑞倫持續立於不敗地位 連勝一直往上加 從十七、十八、十九、再到二十 而這第二十勝 剛好是08年同一時的上半季瘋王日 他演出完美的七局五十分 率隊擊敗了仙龍牛奪冠 2008年6月18號 帕瑞倫對上兄弟相 賽前王光輝總教練對媒體表示 嘟嘟之所以能夠締造二十連勝 是因為很少碰到他們 這場一定要讓他好看 而相對打線也確實在這場 對嘟嘟造成了不小威脅 這兩局就拿三分取得領先 但是相對的仰頭小燕亮寬 也被失望打線重擊 這場不只郭戴琪開炮 不連也雙向 用火力掩護嘟嘟 幫助他完成跨季二十一連勝 當時亞洲職棒的跨季先發連勝紀錄 也就是二十一連勝 只要再拿一勝 就不只是獨步台灣 而是會站上亞洲頂端了 只可惜天下無不散的演習 連勝都有中斷的那一天 在2008年6月24號 帕沃倫對上的藍綠熊 跟洋頭強森同場對決 前面有提到 強森在08年寫下單記15連勝 而命運就安排這兩個連勝投手 在這天正面對決 很難想像的是 帕沃倫這場的頭六局 就被狂敲12隻安打17分 也包含林志森的紅不讓 被暴力熊的熊爪徹底撕碎 強森則是六局12分 維持得一貫水準 最後結果是強森的連勝延續 嘟嘟的連勝中斷了 有趣的是 連勝中斷後隔兩場 帕沃倫就在7月10號對中信金 演出一場無四死球的無安打比賽 也是都督剩下最接近完全比賽的一次 當時我還只是小學生 參加同一支棒球夏立穎 在現場見證的這場比賽 真的覺得與有容顏 雖然無緣成為亞洲第一 但透過這跨界21連勝 帕沃倫已經向全台灣的球迷證 自己是當今時代最好的投手 這邊也補充一下 身為重要這幫最頂尖的投手 其實帕沃倫曾經有過旅外發展的念頭 這個契機是在2010年的廣州亞運 當年都督肩負起金牌戰抗寒的重任 雖然指頭兩局被敲四安 12分退場 卻被不少韓國打者注意到 其中也包括了SK飛龍隊的主力鄭耕倫 他向母隊的監督金星根推薦了帕沃倫 認為都督是有能力在KBO生存的投手 後來SK派出營運部長陳祥鳳來台 和當時同意的領隊陳正南接觸 動作非常積極 希望延攬帕沃倫到KBO擔任洋將 而且在他們的眼中 帕沃倫是自由球員 但實際上 以當時終止的旅外FA規定 SK飛龍要簽都督必須再付一筆轉隊費 以帕沃倫當時的月薪51萬 要支付年薪2.5倍的轉隊費 等同於1530萬 也讓他們相當疑惑 明明是自由球員為何還需要轉隊費 除此之外 SK飛龍還得保障 帕沃倫在喊值第一年的薪資 必須是原本年薪的1.5倍 所以轉隊費加年薪就逼近2500萬台幣 完全超出了他們的預算 而且當時KBO的洋將薪資上限為30萬美元 帕沃倫一個人就已經要突破了 所以就算帕沃倫本人有強烈的呂寒意願 甚至有傳聞說SK想用檯面下的方式 壓低都督的轉隊費跟年薪 而都督也很願意 只要能夠出國看看世界就好 但雙方的談約最後還是破局了 帕沃倫無緣成為呂寒第一人 因為呂寒失敗 帕沃倫才能夠蓄留同一師 成為我們知道的台灣聖頭王 有人可能會說 帕沃倫能夠拿那麼多聖頭是幸運 因為當時是隊有全聯盟最頂尖的洋炮布雷 先發一到九棒還被譽為無差別打線 都督根本不用擔心分數的問題 不會問天 滲透機率自然也高 但在追逐連勝的這一年多時間 帕沃倫的累積投球數據也是很嚇人的 合計27場先發 吃了158.2局只丟29分則是 反彈率是1.64 而是建立在他有堅傷的前提下 有些場次你會明顯感受到 都督的球速出不太來 但他還是能夠沉穩的靠著空球 抓下來一個又一個出局數 然後持續貢獻優質先發 這就是帕沃倫厲害 且讓人感到安心的地方 而多年後的現在 我只要回想起 都督的跨界21連勝之路 都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應該是前五古人 後也很難有來者了 感謝帕沃倫 曾經給我這麼一段美好的回憶 也祝福你 退休快樂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對督督當年的21連勝 有什麼記憶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利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